hello,大家好,我是羊羹爸爸 好久没有修switch了 那这次呢,从香港寄过来两块switch的主板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状态 这有边号,1号跟2号 首先这第一块主板 它这边的屏蔽罩都被拿掉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主板还是比较干净的 但是这边有焊过的痕迹 反面非常漂亮,好亮 然后呢,它这边有芯片 这有个芯 这是个wifi模块哦 应该是拆下来过了吧 已经被焊过了 然后呢,这是m91T362块 没有被动过 还有一个bq24193 这个是充电芯片 也没有动过 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 这写了个旧 这也是wifi芯片 哦,这个也是被拆装过了 ok,那这个第一台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跟这个香港的朋友的邮件哦 他说呢 第一台初始可以连wifi bluetooth不能连接joycon 有段时间wifi也失效 修好,修好后期待机充电灯出现成mone 估计是成频吧 那其实啊,成频的话 多数也是wifi模块的问题了 然后我发现主机螺丝松紧是有点影响wifi的功能啊 那我估计 有可能是wifi没有焊好 也有可能是wifi这个部分呢 这个主板里面有断线 影响到了wifi的信号了 那些通信的问题了 但是bluetooth一直没有改善了 所以呢 第二次开机就不能正常开机 到第二个logo画面就黑屏了 就是wifi故障了以后导致卡logo 这是个很典型的故障了 然后我有补焊即更换cpu左边的供电ric 情况更严重,去第一个logo就停了 然后再更换wifi ic没有改善 那这个第一台 它的故障,我估计原始故障就是wifi模块的问题了 那这个可能更换cpu左边的ic 这个可能是个误操作了 那回头我们先要重点看一下 把这个部分先修复了再说 然后它下面是第二台 那我们这个第一台先收起来 我们看一下第二台 第二台就比较简单了 没有任何元件哦 大概来看一下 据描述是这两颗电容有问题 大家能不能看清啊 就是cpu边上这个电容掉了 可能是取屏蔽罩的时候给撬掉的 然后呢焊不回去了 看一下它怎么写的啊,第二台 他说第二台switch是做对比是出错 不小心撞掉cpu cpu左旁两个电容 其中一颗封焊接不上 一边金属有破损 一边金属有破损的话 可能这颗电容啊就不行了 主板焊点没事啊 这个是万幸啊 电容好早一点 开机到第二个logo停止 嗯 请问这两个电容是否有正负 没有正负了 量值多少我也不知道 图中是出示位置 参考第一台的位置 ok 嗯 那么就是说这个第二台啊 就是这个卡logo的问题了 那这个啊 破解的时候有很多人啊 开这个盖子的时候 把这个电容开的撬掉的人挺多的 我们先看这个第二台吧 我感觉这个第二台比较容易修复了 把这两个这两个电容补回去 ok 那让我们就开始吧 ok 我现在呢 把它第二块主板先装到我这一台主机的外壳上啊 看看情况如何 然后我们先插上电 加电不漏电 然后呢 我们开机吧 点开机 ok 电流现在跑上去 上去 掉下来再上去 到这边不动 然后应该就卡在那个 果然是卡在logo上 然后我现在按一下电源 没有任何反应 ok啦 既然它这边有这颗电容坏掉了 我们先把这根电容补上 看看能不能修复它 现在按12秒 把它电源强制关机 ok啊 我考虑了一下 我还是把它这个电容取下来 虽然这个电容坏掉了 但是我想办法的测一下 因为电容实在太小了 我用透明胶把它固定在这个地方了 然后呢 刚好能跨到 这个极片的两端 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容量是多少 当然了 这么测出来 它的容量不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它一个一个极片的金属 已经掉掉了 可能会影响它的容量 然后给它压的紧一点 用手压吧 然后我们点测试 ok 20.75nf nf什么单位 我只知道v法跟p法 ok 那我待会儿再找一下吧 找一下有没有类似容量的电容 ok 我在我这边的iPhone料板上面 找了个体积差不多的电容 先拆下来看一下吧 那我们的目标呢 是这一颗 我看它这个体积啊 差不多 它是颜色比较深一点 我们先把它吹下来 ok ok 好了 刚才呢 那我把这个我拆下来的这个电容啊 也把它粘上去了 这个电容两边都是完好的 明明能把它损坏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容量是多少 ok 居然有888.7nf 刚才是20点几啊 那就差了多少倍啊 差了50倍啊 可能40几倍 VS2等于1.2欧 0.4 诶,这样的话真的是 这容量差那么多 还是我觉得它原先那个容量也那么大 就是因为它那个电机被扯坏了 导致 导致不行了 这一面的电机是好的 反面的电机 一定已经扯没了 那不管怎么样 以体积为优先吧 所以我 这两颗电容的体积基本上是 完全一致的 我们来看一下 真的是没有区别 颜色上面有点区别 一颗生一颗蛋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把这颗电容换上去试试看吧 ok 我们开始安装这个电容 稍微焊油 加固一下 好了 这个电容现在已经焊好了 我觉得电容体积比它原先这个原装的电容体积稍微大 那么一丁点 好,我们先装到外壳上先试一下 胜败再次一举 ok 我们现在把这个主机转过身吧 胜败再次一举 这边还有一张 上面还有两个电容 拆了很多电容 开机 yes,这个亮了 第二个logo出来 出来出来出来 别卡住 yes ok 那么这个就搞定了 还是飞行模式 待会我再测一下其他的功能 应该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先把它所有的接线都接好了 包括wifi跟bluetooth 电源扬声器两边的手柄都ok了 然后把它转过来哦 游戏卡也插在里面了 我祖传的烹射战士 然后呢我们就看一下 屏幕先擦擦干净 92%的电量 ok 怎么没有声音呢 哦,音量是最低状态 那我们 启动 OK,我们不就不下载了 直接开始 ok了 游戏的启动没有问题 然后它现在没有手柄 那我们插上 右边 识别ok 右边手柄识别ok 左边 诶 左边不行吗 看一下 哦,我这个盖片没压下去 ok 那两个手柄识别ok 我们回到桌面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蓝牙是不是ok 蓝牙ok了 我们现在已经连上了 信号我放到我的身后 也没有问题 那么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它的wifi是不是ok的 好了,网络这边能找到我这边的 几个热点 包括三楼的热点哦 都可以找到 所以呢 也是ok的 ok 那么这块主板就是完全修复了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 好了,那么我们下期 第1块主板再见了 拜拜